一年一度半導體盛會 Semicon今年規模再升級 實無前例 預計吸引56國8.5萬人參與 因為AI實在太夯 未來規模預計達到1兆美元 價格量子時代更渴望創造 4兆到5兆美元的商機 台灣會有一個重要的 role 我們會繼續在這業界的增長 所有的活動都會在台灣 20年金融的季節 台灣一定會成為全世界的 繪迴工業業業界 台廠供應鏈 總動員 機械材料 設備齊具Semicon 最熱門的話題就是 先進封裝Cohors技術 今年論壇PCB龍頭 真頂董事記營運長李定轉 同台台積電日月光高階主管 現場人潮爆滿 大批參展商 參觀者 就算站在場外也要停 就是想知道封裝領域新時代 市場商機在哪裡 已經引發到先進封裝的 這個行業裡面 現在幾乎有一半 chemical equipment system 還有建廠 工業院 學術單位 一起合作往這個方向去走 COA是CDIG的時代 實際上是時間才是金錢 已經不是最低的cost的一個部分 台積電表示 COA產能缺到客戶一直喊不夠 預計到2026年都將持續擴產 也因為帶動需求 2024年的先進封裝設備銷售 渴望突破10% 供應鏈上上下下 全都抓住機會搶工商機 3 Cisco Balor Part 2 大國內